现在说上了这个是220V的1.5清瓦环氧定型器 我们现在就会给它的简单的使用说明了说计划一下 把螺丝盖一拔开 这里面就是它的接线符 这种产品的面板上面是没有带定位器的 这个它是有带定位器的 所以这个面板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带定位器的 一种是不带定位器的 这么两种一个面板 那么我们现在说看到它这里面它的专制的标志 它上面这里面写的是1,2,3,4,5,6,7,8,9 上面上面写的是RST 代表的是输入运源 那么这是220V的产品 它这里RST这里三根性输入 随便接两根 只能接220V不能接380V 否则它会烧掉的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RST接两根 随便拿两根就可以了 那么380V的进行器 它这个标数是一模一样 跟220V标数是一模一样 就是RST它是接三根380V 那220V是接两根220V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4更5 这个P加一根P2 这两根是持到一个放定作用 一般没有紧直停车的用户它是用不到的 在放定作用 这放定作用就是说在定支高速运转过程当中 把它紧直停车快速地把它停下来 这时候定支给定名是一个反冲力 反冲定压它所以里面会产生一个高压 然后通过这两个关子把它就释放出来 就持到这么一个作用 一般 那么接下来呢 有678UVW 这三根性是接往定支的 就是直接接到定支 中间不可以接任何的开关 等定容之类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就说UVW一定要直接接到定支里面去 不可以接到开关然后再到定支 这样子全部都是允许的 那么第九角是一角 一角呢 就代表是接地角 就是地线 就是说 这个地线呢 可接可不接 你可以把定支的外壳 或者你设备的那个外壳呢 接到这个地线上面去 有时候我们冬天的时候呢 人一后穿多了一些 限定感应定都有 去上班去碰机场的话呢 有时候一碰就会感觉到 那种静电 转了就会发抖一下 要是这样的设备呢 要是接了这个地线之后呢 这种现象也就会没有了 而且接了地线之后呢 干燥这些各方面都会好得多 所以呢 这个地线呢 根据用户的注射需求 可接跟不可接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把定源呢 把它接上 因为这台是220V的档体 我们先把定源好的介绍 好 好 用螺丝呢 拧行 因为我们这是在这里做实践 我们看定源接上 我现在是接的是 一角跟三角 就是R跟T 因为R跟T正接出来呢 以免到时候我们接新的时候 接到太 挨得太近了 挨得太近了 等一下有 打火的时间 我把它给分开 分开了 直接上接Rs也可以 ft也可以 随便接两根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是220V的定源 很简直 现在 然后呢 我们要用三项 UVW输出来呢 UVW输出来呢 直接接定机的 因为我们现场是没有定机 我们就用这种 机械的万用表来代替 我们先把万用表放在线上 先冲 冲上电 这是成品的吞动过程 一开始这样的是自协 参与辞动好了之后它会行顺 F一横倒一横这样子 后面是00.00 然后这个灯是在这里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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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闪烁 这时候就是说正常现象 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就是说当行的速度是零速度 而且没有启动信号 所以在这里一闪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一个启动 按律师按键 就是启动按键 我们按下去 按了速度就会往上跳 再说就是说 这频率慢慢的升高 随着定时的闪速 它也是在慢慢的升高 从低速度到高的速度 进行慢慢升高 好 50赫兹 这个就代表是50赫兹 因为我们用的普通定期 它多次采用50赫兹 首先有一些个别的定期 比如说进行定期 把定主做定期 它们最高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400赫兹 100多赫兹 都有 所以我们基本上 出场的末兹子就是按以50赫兹 为标准 这个时候我们按停止线 按下停止线 这个时候我们定期 可以慢慢的把它降下来 再按下停止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增上的表 表针 各位谁在频率的上升呢 这个针呢 就是说这是机械脚 各位谁在上升 好 这是一项 我们再来一项 就是 右 再来一项 就是第二项 这个针 看针的位置 然后再看第三项 这就是三项 三项一定要平衡 这一点很重要 这就是韩家应该给它定名 是否好或者坏 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一下 有为W的定压 就三项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 这个 这种定压呢 必须再用 这种机械的万有表 才能够量得出来 用速度的万有表 是量不出这样的定压来的 那我们把它降下来 我们现在拿着做的就是说 把这个面板带定位置的 带旋钮的面板给换上去 先把定原把它给上脚 面板卸下来就从里面这样抠 把它抠出来 抠出来 这根线就能够把它 抠出来 如果说这根线 放长按钮的话 这个面板就可以远程定 拿到外面来 这个并平式产品就可以放在 什么贴定箱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外面来进行 好错 那么长带线就是这样的长带线 这个可以向厂家 有需要的话可以向厂家 让它收取这样的长带线 就是这样的抬线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种带定位器的 这个显示板把它放上去 这两个是通用的 好 把它掌紧放电 好 这个时候呢 已经开始了 那么 这个旋钮呢 它的使用作用呢 就是进行调速 我们现在还是按 启动按键 按启动 这个时候呢 电池呢 它就开始 转起来了 如果说 我们没有这个旋钮的话呢 我们进行调速呢 从面板进行调速呢 我们要按上下按键 比如说 我们等下键按一下 它就在 小树顶后面两位数 在这里闪烁 然后按以位键 这是以位键 看好 这是以位键 以过来呢 它就是小树顶 以过来一位数 就这里闪烁 以到哪一位数上面呢 就改的就是哪一位数 如果说我们再以过来 就在 在各位数 在这里闪烁 再以过来 它就在十位数在这里闪烁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按下键 下键一下 它就速度 因为速度这个时候呢 就是速度的频率 就频了 就是达到速度 就是说 从当前的50赫兹呢 就变成为40赫兹 就速度可以 慢了10个赫兹 是这样的 热键一定要 定乎好这个以位键 以位键很重要 就是可以快速的进行调节 我们40赫兹 我们再操作一次 按下键 然后移过来 移过来 我们可以 这样呢 就变成了一个35赫兹 很方便 我们还是按 停止键 红色键啊 键就是停止键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个说明书 说明书第十页 说明书的第十页 中间部分有个注明部分 也就是说采用面板定位器 比如说这个旋钮来进行控制它的速度 我们把接一端子 接一端子就是在前面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接一端子二三角转路 二三角转路 我们就是把这个把它拔出来 就是这么一颗 拔出来 拔到二三角来 也就是拔到VR这边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放个说明书 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 行律设定方式 选择一 模拟量或者是硬板定位器 控制 PD-002选择一 我们现在看一下 PD-002怎么设置这个参数 说明书第十九页 第二条参数 PD-002 首先按这个功能键 就是TRG按键 这个是一个功能键 这个时候显示的就是T-D三角零 这个零就在这里闪烁 说明是当前修改的就是这位数字 然后按上键 这时候返回过来是因为我们就操作的时间比较慢 所以它参数自动就返回了 我们速度要快一点 按一下 它参数 就是000 然后按上键 001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改002 再按一下 是002 然后按21T点是确认 确认进去 它是形式是0 0 它说明说第十九页 形式0 就是它的出场数就是0 是面板定位 面板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出场说 就是说用挑速的 挑速度的时候呢是面板上的两个按键在这里操作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改为模拟一样设定或面板定位 面板定位或外接定位来进去操作 所以就把PD002选择1 我们试一下 PD002是0 然后按上键 然后1 然后按SED键 保存 1ND就是保存的意思 它就参数就马上跳到下一个参数 就变成PD003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返回 同时按键 就是停止键 也是返回键 也是复位键 我们按持动 这时候频率就可以通过这个闪牛进行 改大或改小 按键锁 我们可以把它改大 好 25 现在频率是25 就是说这个定位器已经改到最大了 但是它的最高频率呢还是在这25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采用定位器 软钮进行调节的时候 它的定压是5V 而我们参数里面在参数 22页 PD070第70条参数里面 就是模拟量输入选择 我们要把它选择1 0到5V 才可以 要选择到0到5V 我们先把它 在参数之前都要把它停止 停止下来 好 这时候呢我们就按照0 按照0 然后按一位键 叫70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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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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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 8 8 8 15 这时候就显示它的最高频率了 好 这种情况要看清楚 这种情况是数码管上的灯不闪是常亮着 常亮着不闪而后面的数数是000 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当前定制的速度是零速度 但是它有启动信号已经启动了 但是它是零速度 这个时候定制它是不断的 我们稍微给它一点力气 给它一点速度的话 这个时候就说定制在微微转 一点一点的转 现在我们看一下 第一盏灯亮就代表的是静暖 第二盏灯亮代表的是正转 电枝算了说是正转 第三盏灯是闪转 第四盏灯它显示是频率 第五盏灯它代表是电流 第六盏灯是转速 好 我们这一点我们很重要 有一点我们按一键切换 切换形式屏 这个代表是A 这是电流 上面的电流是电流的主持灯 因为当前电流因为是空转 我们没有接电制是空转 所以它就是零零 所以有了负载之后 这边的电流就会有了 它在中载 比如负载比较大 它的电流也就是相应比较高 然后这个电流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会过载保护主 再切换 这个代表是转速 双形的转速是1440转 这是一种理论的转速 然后按切换 双形定压是290伏 直流290伏 这就是说输入这根线 电压是交流220伏 我们现在的电压呢 220伏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们讲一下 213伏 12、13伏 时间在这里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电压输入呢 只有交流212、13伏左右 所以电瓶器上显示的是支流电压 这里输入的是交流电压 这里显示的是支流电压 所以只有295伏左右 这也是属于正常的 如果说我们数字定压是220伏的话 这里的定压显示会在310或320之间 在这里的浮动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个定压太低了 电瓶器呢会爆 欠压 欠压保护 这个电压过高了 电瓶器呢会爆 过压保护 再切换 监管 门把摊 门把电 请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